1月10日 上海東洋塑膠製品公司向全體員工發布公告稱 公司已進入清算階段 決定18日前終止與員工的合同 依據《勞動法》規定按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 對員工進行賠償 如果17日下午6點前簽字 同意補償方案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 公司將額外支付一個月工資作為獎勵 據悉 這一賠償方案並沒有得到員工的認可 大多數工人認為 自己為公司奉献了整個青春 理應獲得更好的賠償 為了表達訴求 工人於10日開始罷工 網上視頻顯示 眾多工人聚集在廠區內 但沒有標語 也沒有喊口號 他們的目的呢 就是想別走進行賠償 萬全是以前有些 期待在設計的時候 給了超過一種判斷的出現 中國政府還提醒這些外企叫做樂利不長 原來不敢樂利不長呢 公司先太不退堂了 離開以前外企刷走的時候 你的國度那麼高 現在國際的標準就覺得虧了 原來外企刷走 看了很多年 也持了這個原子的武漲 其實還是比較高 但是看了這個投以後 基本對國內的企業造成最大的憧憬 所以對他們的這種武漲 目前國內是壓得很低的 這些好員工 他們確實判了一二十年 比如說就花了點錢 它不不花 所以就沒辦法 資料顯示 上海松江東洋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成立於2002年 經營範圍包括生產精密塑膠模具 電器精密塑膠配件等 曾有員工500多人 對於工人的罷工 有網友說 幾十年的廠 說走就要走了 心酸 這得要讓人怎樣的看不到未來 才願意主動搞出這麼大的動靜 新潭記者陳潔 李珊珊 中原採訪報導 是 ở這裏 衡猛敽 李珊珊 是外出來了 tir衣